中老铁路自去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 旅客需求不断增长 国际货运量和货运品类也稳步增加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截至本月3号 中老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350多列 发送货物超25万吨 为沿线经济发展和区域共同繁荣 铺设了快车道